一个人也跳出来了 就是当年站在蔡英文旁边 来接管这个宇昌公司相关的营运 以及招标过程的 他是中研院的院长翁启慧 他今天发声说 不应该牵连无辜 很显然他是帮蔡英文来讲话的 当然翁启慧一发完言之后呢 国民党的立委邱毅他再度开炮 他甚至以笨蛋两个字来形容翁启慧 我们来看看今天政坛上的持续发酵 做出团结手势 代表宇昌生计正式成立 没有想到几年后 这投资案却变成选举前 瞄准蔡英文的不定时炸弹 当时站在他身旁的中研院院长翁启慧 站出来平反 认为社会舆论对蔡英文不太公平 有没有徒利自肥 行政院一清二楚 不应该牵连无辜 而当时因为资金没到位 经营人才会请蔡英文帮忙 而且当时推动生计产业的他 怎么可能预测得到 之后会当上宇昌董事长 更别说几个月后 又再当上民进党党主席 一席话力挺蔡英文到底 不过邱一却痛批 翁启慧也是共犯 可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 翁启慧只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笨蛋 一个是坏蛋 你是用什么样的名义 能够让宇昌生计的筹备的案子 申请投资的案子 能够成为极机密吗 现任中研院院长的翁启慧 曾担任过宇昌生计董事和顾问 而当时投资案 被行政院列为是极机密 对此翁启慧澄清 是因为对方公司要求 所以一切才会保密到家 只是宇昌生计案 身为关心人之一的翁启慧 站出来平反 也为宇昌案罗生门争议 再多添一笔 云南新闻 总部的